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降至最低 民众仍不愿买房 复工第一天 中国多家公司倒闭裁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内心恐惧加剧 勒令国企设立人民武装部 英国金融时报对2023年中国公司公告和官媒报道的分析显示 近几个月来 数十家中国国企成立了新的人民武装部 这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凸显北京当局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 越来越担心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报道说 在毛泽东时代 这些部门是县级和村级解放军进行征兵工作时的附属组织 如今他们多半进行民防活动 并对军队招募 晋升和训练做出贡献 专家表示 不要将企业设立武装部 视为准备军事动员 以对抗外国对手的激政 相反的 这可能反映习近平加强对安全的关注 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速创下数十年来最慢水准之际 对社会不稳定风险的担忧 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西斯表示 这些武装部的启动是中共领导层担忧 国内社会可能不稳的征兆 因为很多公司都设置这种单位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是自上而下的指导 西斯说 人民武装部可以在维护国内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充当公司 社会和安全部队之间的联络人 同时弘扬爱国主义 并监督对中共指令的遵守情况 未上市的中国乳制品龙头伊利集团 去年年底成立了武装部 这是内蒙古非国企的首例 中国官媒1月报道 在新西兰拥有多家牛奶公司的伊利集团 正在建立一支平时服役紧急应变战时作战的武力 新加坡拉惹南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问题专家查尔 将中企对愿意建立人民武装部归因中共强调安全而非发展 而这个趋势可追溯至习近平2017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 伊利集团的公告可以被视为顺应这个趋势 上海市投资集团也在去年9月成立了武装部 而伊利集团在内蒙古的主要国企对手蒙牛 则在去年5月成立了武装部 根据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政府公告 当地解放军官员指出 蒙牛的人民武装部必须坚持党队军队的领导 增强应变处置能力 提高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 磨练能力赢得战斗 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去年10月表示 在国企设立人民武装部是履行国防义务 加强国防建设的要求 西斯指出 鉴于中共领导层了解 大多数中国民众对毛主义学说 和中国改革前的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兴趣 人民武装部的崛起绝对令人压抑 这个实体主要与毛泽东时代的动员活动有关 当时党在指导民众政治活动方面更为积极 自从邓小平领导党走向更为务实 有利于市场改革的方向以来 这类活动已经消失了很多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两会三月登场 中国GDP目标可能低于5%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两会将于三月举行 全年经济成长率目标是外界关注焦点 虽然有传言指出 将于去年5%左右的目标持平 然而今年中国过半省市的目标不及去年 分析认为全国目标恐怕也会低于5% 今年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及全国人大 将先后于3月4号及5号登场 其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发表任内首份政府工作报告 在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形之下 外界关注今年设定的 全国经济成长率目标这个数字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道 中国经济要在今年全面恢复至 疫情之前的水准并不乐观 预计两会公布的经济成长率目标将落在5%以下 最好的情况可能是维持在5%左右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 今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 共有16个的经济成长目标低于2023年 11个持平 主要原因之一是房地产风暴笼罩 使得地方财政压力增大 地方政府预期趋于保守 报道提到 一般而言各地方两会公布的经济成长率目标数字 能够作为中国全国经济成长率目标的风向球 因此有不少分析认为 今年全国两会公布的全国经济成长目标 可能落在5%以下 最好的情形则是5%左右 与去年持平 整体中国房地产衰退情形在短期内不会结束 民营企业弱势的状况还会持续 中国国内消费疲软情势将继续拖累经济成长速度 报道引述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资深经济学家吴卓因预测 中国今年设定的经济成长率目标将落在4.5%左右 除非房屋销售和消费者信心大幅好转 否则今年中国面对经济挑战还是很大 他说今年地方政府需要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 寻找替代成长来源 尤其是在债务扩张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 只有那些基本面较好的企业在2024年才会更有任性 智库经济学人资讯社的预测则更为保守 其全球贸易首席分析师马智昂指出 中国经济将在未来10年内继续减速 其预测2024年中国实质经济成长率是4.7% 到2030年预期经济成长将下滑至3%以下 他说明这个分析来自于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包含住房问题以及与地方政府债务 人口老化生产力低下 政策不确定性和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有关的问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证监会新任主席向市场参与者保证 证监会将及时回应市场关切 以推动因投资者信心疲弱而备受打击的国内资本市场更好发展 中国证监会周一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 在周日开始的为期两天的座谈会上 中国证监会新主席吴清会见了包括机构和散户投资者 外资机构和私募股权公司在内的一些市场参与者 就支持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政策征求意见 这是今年2月初接替议会满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吴清 首次与市场参与者会面 中国政府撤换证监会主席是为遏制国内股市长期下跌势头而采取的举措之一 吴清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之前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是上海市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 受消费者信心不振的影响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面临增长放缓局面 国内股市遭受重创 基准沪深300指数在2023年全年下跌超过11% 今年迄今下跌了1.3% 澳新银行经济和市场研究部高级中国策略师邢兆鹏表示 召开这一系列座谈会更多是为了收集建议 反映了中国证监会的立场 但关键是后续政策 邢兆鹏没有参加此次座谈会 根据新闻稿 与会者包括金融和经济领域的专家 以及拟上市企业的代表 座谈会上 与会代表聚焦当前市场关切的热点问题 以及制约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机制体制和政策问题深入研讨 根据该声明 有人建议严把IPO准入关 加强上市公司全过程监管 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增加投资回报 中国证监会表示 将认真对待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建议 包括批评意见 经过论证切实可行马上就办 一时不具备条件的做好沟通解释 Jeffries中国经济学家陈朱锦表示 未来几周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中国证监会 与其他最高官方机构的协调政策 与寻找更多有关未来动向的信号 陈朱锦也没有参加此次座谈会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紧张升级中国海警船强行登检台湾游轮 据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海巡署说 一艘编号为8029的中国海警船 于周二2月20号上午进入台湾金门附近海域 海巡署派出编号为3556的巡逻船抵达现场后 立即以无线电荷广播告知中国海警船未经许可 不得进入限制水域并持续半航驱离 中国海警船大约在一小时后离开 台湾海巡署表示 台方将继续使用雷达监视和巡逻 来确保台湾控制的金门群岛附近海域的安全 同一天 台湾对中国海警周一2月19号 强行登上台湾一艘在金门海域行驶的游轮进行检查提出抗议 这个事件被视为两岸紧张关系的一次严重升级 台湾媒体报道说 这艘名为金夏的台湾游轮 当时载有23名游客和11名机组人员 中国海警船在周一派出6名海警人员登上这艘台湾游轮 检查大约32分钟 检查内容包括航行计划 营业牌照和机组人员的指导等 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随即派遣巡逻艇到场 并半航这艘游轮返回金门的码头 台湾海洋委员会主任管碧玲周二在立法院向媒体表示 这个事件伤害了我们人民的感情 制造人民的恐慌 而且不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 管碧玲解释说 过去台湾遇到中国方面的旅游船越界时 通常只是广播劝导驱离 中国海警登船检查是中国方面 对2月14号 中国一艘渔船进入台湾控制的金门附近海域 遭遇台湾海巡署船只驱赶一事做出的反应 这艘中国渔船在逃跑的途中翻船 四名船员落水 其中两名被台湾海巡署针防分属 金门急查队救起 两名溺水身亡 中国官媒表示 全州红十字会官员周二陪同两名被台湾海巡署救起的中国渔民的家属 抵达金门迎接他们的家人 中国海警局周日2月18号宣布 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 在厦门和金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也抨击台湾方面 粗暴驱离大陆渔船 草菅任命 态度恶劣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否认金门与厦门之间存在禁止限制水域 坚决支持中国海巡署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到目前为止 中国海警方面还没有就这次在台湾管辖水域强行登船检查的做法公开发表评论 路透社说 中国海警部门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请求评论的要求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周二在台湾立法院对媒体表示 为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军方不会主动介入 以免升高风险 金门距离中国城市厦门和泉州很近 自从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一直由台湾控制 金门有大量台湾驻军 台湾巡署船只负责这一水域的巡逻 金门曾经在1949年发生过近万名解放军登岛被监的著名战役 而成为一个两岸知名的旅游热点 许多去金门旅游的大陆游客都喜欢前往金门古宁头战场留影纪念 最近几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军事压力明显加大 中国军机和军舰越过台海中线骚扰台湾的动作频繁发生 有评论认为这次中方赤裸裸派出海警船进入台湾控制水域 并且对在这一水域从事正常商业活动的民船实施登船检查 更是开辟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路透社引用一名没有提供姓名的台湾官员的话说 台湾认为北京不想把这个事件作为国际事件进行处理 他们试图以两名中国渔民死亡为借口 对赖清德政府施加压力 这名官员还表示 在赖清德今年5月20号就职典礼举行之前 中国方面的压力还可能会继续增加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首套房贷利率降至最低 民众仍不愿意买房 综合媒体报道 2月20号中国央行再度下调贷款基准利率 首套房贷利率降至历史低点 专家呼吁民众买房称 现在不买房五年又白忙 引发中国民众群潮 现在买房一辈子白忙 中国房地产业濒临崩溃 房价构房率持续下跌 为推动房市 央行时隔8个月再度下调贷款基准利率 2月20号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 五年期房贷利率下调至3.95% 此前为4.20% 但一年期房贷利率仍为3.45% 多名体制内专家表示 降息之前房贷利率已是历史最低水平 本次五年期房贷利率再次下调25个基点 堪称史无前列 呼吁民众积极购房 当天专家称现在不买房 五年又白忙的词条登上热搜 多名专家称 调降中长期房贷利率基准 有助于降低居民购置房产和存量房贷的偿付压力 推动房市消费 例如以商贷额度100万元 贷款30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 此次房贷利率下调25个基点 月供减少145元 累计30年月供减少5.2万元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直言 这一次单独降息五年期就是要稳楼市 稳楼市才能更好稳经济 不过专家称现在不买房 五年又白忙的说法 引发绝大多数中国网友的嘲讽 网友说到现在不买房五年白忙 现在买房一辈子白忙 好好好又开始忽悠我买房了是吧 新年笑会一则 是我不想买吗 不不是 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能不能先告诉我 没钱怎么拥有自己的房 哇塞看来国家真的急了 几乎直接冲进市民家中强调买房了 好家伙救不起来了是吧 还要牺牲老百姓 造孽不造孽呀 掏空三代人专供一套房 读书二十载先掏空两代人 首付数十万再绑架一代人 甘做三十年奴隶 同时扛着医疗教育的大山 培养三个劳动力 鼓掌吧啥也别说了 我觉得身为党员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我国有将近一亿党员 其中有八百万公务员和四千万事业编 如果按照专家的说法 建议这些人先行买房 有房的再买一套 恒大有160万套房未交付 既解决了烂尾又赚了 他们没日没夜的为人民服务 这么好的事情 普通百姓就不跟他们争了 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 让许多中国人收入下降 甚至失去了工作 因此放弃了购买房子的打算 一路吹涨的中国房地产泡沫 终于开始破裂 1月17号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12月 新建住宅价格创下了 2015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12月 新房价格下跌了0.4% 创9个月最快跌幅 这是连续第7个月下滑 二手房市场方面 70个一二三线城市房价 较去年同期 均连续第7个月下跌 著名投资公司富达认为 中国目前房价还需要下跌80% 才能达到老百姓能承受的水平 然而房价下跌对于中国政府房地产商来说 是一件可怕的事 房地产公司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称 如果房价下跌30%以上 几乎所有房企都要破产 对经济对政府财政也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复工第一天 中国多家公司倒闭裁员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经济每况愈下 2月18号是中国新年后复工第一天 造车新势力高和汽车当天宣布 停产半年 被指凶多吉少 网传这一天各地公司纷纷裁员或者倒闭 中国媒体界面新闻报道 高和汽车18号举行内部大会 宣布即日起停工停产6个月 据内部人士透露 公司宣布2月18号之前的员工工资将照常发放 3月15号之后员工仅发放基本工资 据悉高和汽车每月15号发放工资 对于停工停产半年的传闻 高和汽车未作出任何回应 此前高和汽车被曝举行全员大会 宣布延期发放1月份工资 取消年终奖和全员降薪等等 当时高和汽车方面证实了媒体报道 高和汽车是华人运通旗下高端智慧电动车品牌 于2019年7月发布 该公司自称要打造全球豪华电动车企标杆品牌 公司团队规模超过5000人 共有17000多名高端用户等等 高和汽车目前在售车型有3款 主打高端路线 其中纯电SUV高和HiFiX和纯电轿车高和HiFiZ 均为中大型车 近期以来高和内忧外患的消息频频传出 包括汽车销售不佳 汽车门店关门 大规模裁员 拖欠供应商货款 资金链断裂 吸收中东投资失败等等 早在去年中国业内人士就断言 2024年中国电动车业将进入淘汰赛 大部分品牌将退场 外界推测 在电动车企内卷的背景下 高和汽车可能成为下一个破产重整的威马汽车 除了高和汽车 还有更多公司在年后复工第一天就开始裁员 甚至关闭 中国网络上开工第一天被辞退 复工第一天公司倒闭的爆料 比比皆是 网友调侃公司年前不宣布 是为了让大家过个好年 还有人感叹 倒闭潮失业潮如约而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